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祈祷到处BGY蓝金黄的人 他是一个大胖子 他的名字叫吴珍 其实一讲到吴珍 大家首先反映出来的就是 啊 钥匙蓝 杨蓝的老公 他以前还搞过一个阳光传媒 在香港上市的 当时就说他是个大骗子 就是把这个股民的钱 他强行的要退市 然后就把香港这很多的 买了阳光传媒的 股票的这个股民们 都给赔了个青光 所以一直印象当中呢 他是一个大骗子 就是这么一个人啊 大家千万别小看他 他才是一个真正的大间谍啊 他的间谍活动 可是远远的超过 他作为一个骗子的手段 所以这个人可以说是 世界上最坏的人之一啦 哎呦 我的天呐 大家要知道他干过的那些事啊 嗯 大家就明白 为什么共产党 要养着这么一个大胖子 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人 可以大行其道 随意的活动在美国 当然这一切都要从 郭文贵先生的爆料说起 郭文贵先生在最早的 2017年的爆料当中啊 就有和我们展现过 吴珍呢 曾经代表了中纪委 对他进行威胁 然后威胁的录音啊 都是有证据留存下来的 而且有很多的战友呢 包括郭文贵先生的律师团队 都是把他所有的这个音频 整理成了文字 所以网上可以截取到 各种各样的证据 这其中有一句话呢 最近呢 被很多的战友都拿出来引用 就是他是非常清楚的表述 他代表了中纪委 来对郭文贵先生进行喊话 说如果说你郭文贵 在海外散布谣言 损害这个国家利益的话呢 就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哇这个 这个还不叫威胁 那我真不知道 什么叫威胁了 说到这里啊 小伙就不得不想起了 这习近平最近 也是喊话美国嘛 说任何试图 分裂中国的这个势力 到最后都会 粉身碎骨 哎这 这完全是一个意思 大家看是不是 这是中国国人党 估计一贯的套路吧 出去威胁人 都这么威胁 所以说啊 这套路呢 都是一样一样的 所以说这无真啊 他根本就不仅仅是一个商人 一个骗子 他更重要的是 他可以代表国家 出去行使国家权利 那你说他不是 见点是什么呢 而且他威胁的这个时间 也是非常的有意思 发生在2015年 那么 郭文贵先生 最新的爆料有讲 他是掌握了 非常确凿的证据 因为有文件为证 这个无真是在 2018年的12月份 才在美国 因为他就是一个美国公民嘛 你必须要在美国 申报你自己的这个行为 要不然的话 你如果从事这个行为 你就是违法的 对不对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 很直白的逻辑 所以呢 他就等于是 没办法 他就在2018年12月呢 去注册在案 说自己是一个 替中共服务的 这么一个间谍 还有一个编号啊 他的编号 大家这次也都记住了 6611号啊 可是呢 你其实是在注册之前 注册在案之前 你就已经在 从事间谍的活动了 那你这个间谍的活动 先威胁郭文贵先生 到后面一系列的 对郭文贵先生的禅诉 来这个 对爆料革命进行重伤 想瓦解爆料革命 想搞臭郭文贵先生的名声 这整个的一系列当中啊 都有蛛丝马迹 这些所有的人 什么伟民院呀 大外宣呀 所有的这一切 都是无真指使的 他们的直接的上级 都是无真 你眨我的眼睛 都是雪亮的 这里面的每一个事件啊 它都不是一个单独的事件 每一次发起 对郭文贵先生的诉讼 对郭文贵先生的重伤 它全部都是一个 整体行为当中的一部分 他们所有的这一切 都是由无真指派出来以后 大家就是合力 来想搞出郭文贵先生 然后想给这个爆料革命 制造阻力 完整的所有的一切 都是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把它完整起来看 大家再一看 它这个时间线上面 发生的每一个点 就知道 都是有目的的 都是设计好的 现在回看的时候呢 就能够感到更加的清楚 而且最近啊 在小五的节目里面 也有跟大家讲过 这个French Olive 对不对 咱们讲到夏夜良的 这个庭审的时候 就出现了非常多的伟民 还有呢 这些完全都不相关的人士 都挤得合到了一块 都在夏夜良那个庭审的地方 或者是被战友拍到 被人拍到 或者是被人看得到 他们都出现了 那大家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这些人 都聚在一块了吗 小五不是说吗 他们难道是一块 去喝咖啡吗 都不是的 而他们的背后 都能牵出无真来 这个French Olive 本身和这些伟民 是不可能认识的 对不对 他是骗了郭文贵先生 一百万 那么怎么又联系到吴珍了呢 就是吴珍的律师事务所 现在就担任了 French Wallet的 最新的律师事务所 就是代表了他 那么French Wallet之前的律师 全是要不然就是辞职 要不然就是在告他 因为他不付律师费 那这吴珍就不怕 French Wallet不付律师费吗 他才不怕呢 因为吴珍就是要利用French Wallet 去接棒前面 已经没有办法 再去伤害郭文贵先生那些案子 或者被郭文贵先生给反诉了 甚至成功的那些案子 他要让French Wallet 现在站在这个新的 他原来设计好的这个岗位上面 继续的去重伤我们爆料革命 就是这么一点事 这么一个目的 在这里呢 小五也想做一个总结 我们的爆料革命 是代表正义的这一方 我们是活在阳光下的这一面 是经得起考验的 所有的证据 我们的发言 即使是像小五 我用了变身器 但是这是为了保护个人的安全 毕竟我们是赤身在和 共产党这个世界上最邪恶的组织肉搏 所以我们一定要戴好我们的盔甲 保护好我们自己去战斗 才能够获得最后的胜利 而我们的队里面 就是现在的这些 漂亮小丑们 而这些人的背后 是站着间谍头的吴贞 那吴贞的背后又是谁呢 就是那几个耳熟能详的恶魔 孙力军 孟建柱 最后直指的就是 王岐山 鬼子溜 吴贞呢 他绝不仅仅是 来伤害爆料革命 伤害郭文贵先生 这方面的间谍活动 那么简单 他还承载了中共 在海外进行整体的BGY 还记得七哥说的吗 要搞臭 搞弱 搞死 文封为的把美国 给搅合的乱七八糟 越乱越好 那在钢铁侠的最新的 这个节目当中 就很详细的讲了 他们是怎么利用了 FBI的这个影子 政府这么一个 关系 然后里面的人 来进行构陷 甚至都一度想要搞掉 川普总统 而且是一次又一次的 对川普总统进行诬陷 今天节目的最后 小伙伴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我们要去关注吴贞呢 为什么这样的一个间谍 必须要引起大家足够重视呢 首先 吴贞一定不是中共派出的 唯一的大间谍 对不对 是中共派出来的 千千万万个 活跃在全世界的 民主法治国家的间谍当中 它是一个缩影 一个化身 它代表了中共海外的 这种沉默的力量 不断的去渗透各个国家 去影响各个国家的政治 金融 科技 文化 娱乐 体育等各个方面 可以说已经植入的 非常非常的深了 它当中有那么多的蛛丝马迹 我们大家都要把它挖掘出来 能够最终直直找到 全部是中共这个邪恶的政权 在作用 在影响 在用钱去买通这个世界 最后他们的目的 就是要达到控制整个世界 而我们今天 把吴贞的事情拉出来 通过司法的途径 找到他间谍活动 找到他在搞美国的过程当中的 所有的一些事情 理清楚 然后呢 在美国制裁他 那么像他这样的人 像他这样的间谍 都会恐惧 他被搞掉 其他的间谍都会害怕 自己也被搞掉 所以中共的这个海外的 间谍情报网 看似密不可透 其实已经是千疮百孔 所以大家也就能够 很好的理解 为什么现在美国 包括川普总统 包括彭斯副总统 他们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候 做回头路 再说 我不灭共了 他们灭共 就是为了保护 美国的核心的国家利益 必须要和我们爆料革命 站在一起 一起去灭掉这个 对世界造成极大破坏的 甚至想控制全人类的 中共政权 今天的节目 小五就跟大家分享这些 我们明天还是继续哦 不见不散 拜拜